喝过民众的加油打气 也希望能够为癌症病友献上祝福 高一举办你的幸福机器 我的抗爱勇气 邀请民众为癌症病友加油打气 12月份其实是一个很温馨跟感恩的季节 那我们知道从民国71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35年 癌症一直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首位 那癌症当然最重要的是预防 重于治疗 所以我们其实政府有补助 四癌的一个筛检 包括大肠癌乳癌子宫颈癌跟口腔癌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鼓励 所有全国的民众要早期筛检 可以早期预防跟早期治疗 那当然目前其实医学也相当进步 那我们有所谓的精准医疗 有所谓的标靶治疗 所以假设民众真的得到癌症的话 其实配合医师人员都会给予 最好的一个治疗 那现在的治疗其实已经相当进步 那只要跟医师好好的配合 我相信一定可以守护大家的一个健康 那高医是南台湾最重要的医学中心 那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希望提供给民众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照护 癌症是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首位 高医院长鼓励全国民众 癌症可以早期筛检 早期预防与早期治疗 如此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率 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